王者荣耀8月11日更新 下面来看看这次更新都有哪些活动内容 活动1 薔薇之星大放松 对局抽珍宝格皮肤 版本更新后 累计签到 累计对局都可以获得薔薇之星 薔薇珍宝格也会在8月13日开放兑换 活动2 全英雄家热门皮肤泄免畅玩 活动时间8月13日到8月14日 泄免的皮肤大部分是直售的史诗皮肤和传说皮肤 活动3 神秘商店8月13日到8月25日限时开启 5折的概率只有20% 活动4 消费点券比的点券返利 活动时间8月13日 领取时间8月13日到8月16日 8月13日当天玩家消费点券即可抽取一定比例点券返还 最高返还比例100% 活动5 打击的热情桑巴8月13日到8月19日限时返场 返场价格998点券 这次是最后一次直售返场 活动6 纳克陆路传说限定皮肤前沉浸8月13日上架 首周1430点券 现在是真的一周一款皮肤 而且传说限定的皮肤是越来越多 劝大家购买皮肤时一定要有信用 活动7 积分夺宝8月13日到17月限时折扣 活动8 S18赛季和S24赛季战利米包8月15日返场 错过的小伙伴可以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英雄战利皮肤 不过靠抽奖获得皮肤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七 所以抽皮肤还是需要谨慎 以上就是本周更新的大致内容 那么小伙伴 你们觉得本周更新的活动内容如何呢 这样子 Remot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